沙梅志祺町從今年9月6號開始 居然連續發生了竊盜案 而且佈置只有中部台中 新竹苗嶺 限制是在雙北地區都有嫌犯的足跡 後來警方分析發生說居然是同一夥人來犯案 而且他們非常的小心也相當的狡猾 他們的到底是如何來犯案的 這群犯嫌的竊盜集團他們主要是利用租車之後 然後使用失竊的車牌更換車牌 然後到那個犯案地點做刑切 然後離開之後再找監視器很稀少的地方 把車牌換回原來的 然後來製造警方追查的困難這樣子 警方發現他們除了用車牌來混淆警方辦案 甚至還會變裝像身上桌上這一線 他們就是把它穿在身上的刺青的變裝衣服 甚至還戴著漁夫帽口罩再來辦案 而他們犯的工具就是這個鐵鑲 他們把那個林前箱用這個撬開之後 直接把林前直接拿走 那後來發現說他們犯案的18件當中 最高的有一件是得手37萬元 但也有撲空的時候 撬開之後發現裡面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其實在這個五個人犯案之後 警方也發現說不止這一夥人 居然還有另外一群人 也有類似疑似是模仿效應的狀況 也在台北市南港也犯下了智取店的竊盜案 那兩者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這些警方都還要再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